高空跳傘是刺激的極限運動 31歲男人馬虎爾為了增加這項運動的難度 近日在美國德州跳傘 在超過2000米的高空中點燃自己的降落傘 3秒就燒爛 只剩下繩 幸好他能夠保住性命 最後安全落地 馬虎爾經常在網上分享跳傘影片 他說本身有豐富的特技比賽經驗 而且跳傘次數超過1000次 所以非常冷靜 但坦然心中會不安 所以每次特技表演之前 都會進行多次排練 今次他設計了這項火燒降落傘橋段 用信號槍引連自己的降落傘 整頂降落傘很快燒光 等到火焰熄滅後 就拉開備用的降落傘 最後完美落地 外界質疑稍有不慎 隨時會沒命 馬虎爾解釋 自己用一種稱為三級切節的配置 連接舊的設備 可以說總共有三個降落傘 降落傘燃燒後 就像自由落體一樣 等火熄滅後 就立刻切斷繩 並打開主降落傘 對於他不怕死的跳傘表演 有網民認為在這裡喚命 批評行為相當魯莽 不少專家都指 我們當未有一些有效疫苗的時候 其實病毒都不會離開我們 都是與我們共存 所以這次也是一個持久戰 全球都寄望疫苗面世 香港人何時才有針打呢 政府抗疫督道委員會 專家顧問許樹昌說 現在全球有35隻疫苗做緊臨床測試 而其中9隻更加已經進入第三期研究 他估計第一批疫苗 最快在明年4至6月期間抵港 港府早前透過疫苗全球獲取機制預訂疫苗 足夠本港大約三成半的人口接種 而衛生署亦自行採購多三款疫苗 來覆蓋剩下的六成半人口 至於北京早前展出三款疫苗 說最快今年11月可以用 許樹昌說 暫時未知港府會不會採救 如果要群體免疫 就要有6至7成人接種疫苗 他預計要到明年底 到2022年初才可以完成 高危人士將會是最先接種的一群 包括長者、長期病患者和醫護人員 要達至持續有抗體 每人要打兩針 如果為佔人口大約1成7的長者接種 就已經需要240萬支疫苗 許樹昌相信採救進度可以足以應付 雖然有疫苗就可以控制疫情 但港府早前就曾救入失效的流感疫苗 未能應對和預防變種病毒 這次採救新冠肺炎疫苗 又擔不擔心會重度覆轍呢 呼吸系統科 專科醫生梁子超說 疫苗增多足少 相信只要通過臨床測試 又具安全性 港府也不排除會救入 東網記者黃明彤報導